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六月中了 加州的山火季節來臨 整個加州到處都是火頭 其中洛杉磯西北部的山火最為嚴重 火牆的面積達到15000英畝 已經迫視了一千多人撤離 當局出動了400名消防員 70部消防車兩部推土機來救火 山火的位置位於南加州的戈爾曼 位於洛杉磯西北部大概50英里 亦都已經被定名為Post Fire 而灣區連日來亦都風高密操 爆發了不少場火警 北灣Soloma縣西北部Point Fire 於星期日的下午1點鐘爆發 由於當時風力強勁 山火迅速蔓延 當局對於附近地區發出疏散令 直至傍晚時份山火的面積已經達到900英畝 另一方面三藩市唐人埠Kerny街 一棟多用途建築物在昨天上午10點鐘發生一級火警 當局風路展開破鉤 迅速將火破滅 無人員傷亡 我們記者在中午去到現場瞭解情況 同時街道已經解封 建築物外場沒有發現有任何燒焦的痕跡 星期六起聖河西東南部亦都爆發一場山火 經過一天一夜緊急灌勾已經即時受控 據我所住的沙加緬度 星期日亦都爆發山火 山火位於Sagmanto的東面 非常之近民居 雖然現在已經完全受控 但火牆的面積一度達至800多英畝 當局發出疏散令 亦都令到附近居民昨晚回不到家 在耶路撒冷議會總部前 出現了超過10萬名以色列人集會示威 要求提前選舉推翻內塔尼亞湖政府 而同一時間內塔尼亞湖家門口 亦都出現了一大群人集會示威 表達對他施政的不滿 而在昨晚 內塔尼亞湖在安全內閣會議上宣布 戰時內閣正式解散 尤塔尼亞湖說 戰時內閣是應金池的要求和他達成的聯合協議組成 既然金池已經退出 戰時內閣已經沒有這個必要 而同屬於戰時內閣的成員金池 在6月10日宣布退出緊急聯合政府 用我們現在的話說 他就是跳船 並呼籲提前選舉 另外 以色列軍方星期六就說 出於人道主義目的 為方便加沙地帶援助物資進入 從15日開始 也只是星期六 每日的早上8點至晚上7點 由海雷姆沙洛姆口岸 到薩拉克丁公路 及北向公路實施 戰術性軍事活動暫停 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以色列軍隊說 這與聯合國和其他組織討論過之後 決定增加進入加沙的人道主義救援 AI晶片大廠輝達的行政總裁黃仁勳表示 在未來兩三年中 人形機械人的技術將會有明顯的突破 100年之後 人形機械人終會無處不在 黃仁勳談及電力供應對於AI應用影響 人形機械人的前景 生成式AI應用 美中科技戰等層面 也難得談及輝達的股價近期不斷創新高的震設感受 黃仁勳坦然AI的應用發展在短期持續面對電力的超戰 但目前AI應用仍有巨大機會 人類由太陽拿到很多能量 地球永續的能源也有很多 只不過是能源用在錯誤的地方 說到人形機械人的前景 黃仁勳認為人形機械人將會像汽車一樣補給 估計在100年之內 人形機械人將會無處不在 亦可以量產大量的機械系統 在未來兩三年 人形機械人的技術將會有明顯的突破 他又指出 全球勞動力短缺加速通貨膨脹 影響世界需要很多製造能力 而很多產品可以由機械人製造 透過AI的訓練 可以令到機械人更加了解物理世界的常識 馬里蘭州州將摩爾在今天說 要卸免超過175,000項大麻定罪 涉及大約10萬人 馬里形容這一個是全國史上最廣泛的周級赦免 又強調這一個問題對於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種 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 赦免涵蓋超過15萬項簡單持有大麻的輕罪定罪 以及18,000多項意圖使用大麻相關物品輕罪定罪 但完全不包括也不會釋放任何坐牢的人 摩爾指出 我們對於大麻合法化的理解 是不可以和犯罪之後造成的後果分開來看的 被定罪之後的罪犯對於他找屋住、找工作、甚至教育都會造成困難 即使聯邦層面上大麻依然是非法的 但美國司法部已經建議將大麻重新分類為第三類管制藥品 聯邦醫務總監牧西起紐約時報讚文 就說應該要在社交平台上顯示警示的信息 提醒人吸煙危害健康 他所知的就是好像在香煙盒上印著的吸煙危害健康一樣 也只是在社交平台上的廣告或者任何有煙草類的物品 都要顯示出吸煙危害健康的警示 他引用在香煙包裝上印了警示標籤作為例子 他說這個標籤有助於提升公眾對於香煙風險的認知 鼓勵社交平台用同樣措施 亦鼓勵加進積極監控子女的在線安全 大家認為這個方法會不會有助減少人吸煙呢? 同樣香煙包裝上的警示標籤有沒有幫助到人家駕煙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密歇根州羅徹斯特山一個水上樂園 星期六發生一宗槍擊案 9人受傷 警方確認疑控42歲的白人疑犯Nash 納實 納實犯案後回到家自殺 當局表示納實沒有任何犯罪記錄但有精神病史 他的行空動機依然是調查之中 當局警方表示納實犯案時間在當日下午5時 他開車去到水上樂園 被形容為萬無目的地對在場的遊人開槍 現場隨即陷入混亂 有人搶雙走臂期間中槍跌倒 警方形容垃圾涉嫌犯案期間情緒平靜 期間多次換彈甲 一共開了28槍之後開車離開 探員在現場找到一把9毫米厚勁手槍和3個彈甲 根據槍械登記探員找到垃圾的住室 但到場時已發現他層屍架中吞槍自殺 警方是他家一共找到11把槍 其中有一把半自動捕槍 由此估計垃圾除了水上樂園外 還會打算攻擊其他地方 但這個打算已經不會成真 佛羅里特州一份參議員法案 SB-264在2023年7月1日生效 禁止中國公民購買房地產 也禁止俄羅斯、伊朗、朝鮮、古巴、委內瑞拉和敘利亞公民 在軍事設施和其他關鍵設施10英里範圍內購買房地產 有人會對這條法律作出挑戰 也有其他州份考慮效法 CNN一個專題報道 一個亦因為甘不甘的華人 他嫌開車上班的車程太遠 想買房子可以近一點自己公司 但買房子時有人跟他說 這個購買行為可能會導致他面臨懼辱之災 甘不甘是遲H1B來到美國工作的 根據佛羅里特州的法例 他不可以在那個區域買房子 他認為這條法令令當地的華人感到不安和困惑 也有人因此而離開佛羅里特州 甘不甘認為德桑蒂斯對他們的態度 就好像認為所有的中國公民在佛羅里特州都是間諜一樣 朱律師Clayzul認為這條法律觸犯了歧視條例 正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合作 控告佛羅里特州政府 由於這條法律令到很多房地產的交易 因為怕觸犯法律後果而遭到拒絕 貸款人和經紀人也拒絕和一些持有中國護照的客戶合作 甘不甘希望法律能夠推翻 否則他就會計劃搬到架奏 今天新聞報導完了 喜歡的請按個讚 有什麼意見隨時在下面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 今天的時間就到 有什麼意見 是